今天分享一道完全免冻锅 免烤箱的甜点 口感浓厚的巧克力慕斯 而且材料只有三样 超级绵密又入口即化的口感 夹带着巧克力一丝丝的苦味 老公开玩笑的说 有初恋的感觉 三样材料是 黑巧克力或牛奶巧克力60克 鲜奶油200克 蛋黄两个 首先将配方中一部分的鲜奶油 约50克 微波一分钟 微波好后 只要温度在70到80度C之间 就可以将两个蛋黄加进来 因为蛋黄在60度C以上持续三分钟 就可以达到灭菌效果了 所以将鲜奶油微波到70到80度C 只要不超过100度C 把蛋黄加进来后立刻搅拌均匀 就不会成蛋花汤了 在降温的过程中就足够杀菌了哦 如果还是担心的话 那么就只能隔水加热三分钟了 咸妻是认为这样已经很足够咯 再来必须将搅拌好的蛋液过筛 因为蛋黄有一层薄膜会影响口感 就是这一层薄膜 必须拿掉哦 过筛完后的温度大约是40度C 把巧克力豆加进来 利用余温将巧克力搅拌到完全融化为止 也可以将巧克力视线微波30秒再加进来 那么融化的速度就会更快咯 喜欢甜一点的可以依喜好加入砂糖 等巧克力跟砂糖完全融化后 先放一旁带凉 还不能放冰箱会变硬哦 现在把剩下的150克鲜奶油打发 嫌弃在所有的影片讲的鲜奶油就是这种 Heavy Whipping Cream 脂肪含量有35%以上的 也就是鲜奶油蛋糕所用的鲜奶油 做牧师只要打到5-6分的程度就可以了 5-6分打发就像这样 有点浓稠有流动性 用打蛋器提起来 会缓缓落下这样的状态 再将巧克力酱慢慢加进来 巧克力酱遇到冰冷的鲜奶油容易结块 边加入边搅拌可以避免结块哦 加入一半左右的巧克力后 就可以把剩下的全部加进来了 然后再全部搅拌均匀 这样基本的慕斯酱就做好了 再装入任何像杯子的小容器 150cc的容量可以做三个 倒入容器后 在桌上轻轻敲几下 震出空气泡 也可以让表面比较平滑 然后可以盖上保鲜膜 或是放入容器中 因为要在冰箱冷藏三小时以上 等它们完全凝固后再来享用 享用之前在表面撒一点可可粉 也可以用糖粉做一点装饰 完全免冻冻锅 不用吉利丁又超级简单的 情人结巧克力慕斯就完成了 因为加了蛋黄 口感超级的浓厚 而且入口即化 超级的绵密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